第十五届全国大选还没正式开打 政党内部议席分配纠纷的谣言就传得很凶 例如马华会空降副总会长拿多林万峰 取代在文东国会议席老树盘跟五届的前总会长丹斯里廖忠来 传说中的天兵今天直接否认谣言 强调文东国席的最佳上阵人选绝对是廖忠来 在恒恒州的这一个代表大会很清楚的说 这一个文东区会有一位重量级的候选人出战 其实我们全体的同志不管台上台下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谓的这个重量级的候选人 被丹斯里廖忠来没收 廖宁万峰今天在森美兰芙荣出席 亚沙国会选区竞选机制启动仪式后表示 选举期间总会有花边新闻 但是在马华党中央和国阵最高理事会拍板定案前 都会有各种揣测 当记者问到万里党中央真的轻点他上阵文东国席怎么办 廖宁万峰重申 廖宁万峰上阵文东议席是以所当然无需质疑的事 至于本身会上阵什么议席 还是老话一句交由党和国阵高层定夺 不许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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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